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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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台語果市 新年大家快樂齁 現階段很簡單 很多人在操作股票 一定要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你們做股票都會輸 我們做股票都不錯 一定會講這樣嘛 因為你大概在市場上 大概都有聽聞了 他說這個市場的 我說什麼 收都收那麼貴 不貴 我收費真的不貴 為什麼 如果我收你五百塊 五百塊啊 那讓你撩五萬 貴也銷 五百塊是貴也銷 然後我收你五百萬 我可以讓你賺超過五百萬 請問一下五百萬貴還是便宜 很多人都說 你那人收都很貴 那為什麼我的VIP大家都會續約 為什麼 因為我常常告訴我的朋友們 我把趨路掛在牆上 我把趨路掛在牆上 以前啊 就是在過年前 有一個很有名的雜誌要來訪問我 要把過去的封工偉業 看在那個 看在那個雜誌上 讓人家知道 我說不必啦 那什麼封工偉業啊 我就想到周青史 你知道 人家說 新爺新爺周青史 他有一個故事啊 他跟梁朝偉是同期 好像是演員訓練班的 以前啊 有一個市場的大姐大 告訴周青史 你不可能會紅啦 你不可能會紅啦 你聽我的意思嗎 人家把你看扁了嘛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大哥大 那個演藝圈的大哥大 你只適合做什麼 做那個兒童節目而已啦 你不要去想當演員啦 想想啊 他是屈辱對不對 他把人家的話 就寫在床頭上啊 寫在床頭上幹嘛 他時時的激勵自己啊 他如果的夢想是在這裡 他一定要追尋成功 我也是這樣 我年輕的時候 也滿懷希望在股市啊 也是在高市啊 之前我跟各位說過 我現在還有保留 我之前會撲啊 什麼撲啊 存款部啊 人家說證券交易部啊 幾十本耶 沒有一本的名字叫蔡文德啦 你如果來行就聽不懂啦 為什麼那個撲到的名字不是我的 那些部子的名字 有時候 到現在我再記不起那是誰的 可是我要保留他 因為我把趨路掛在牆上 我要跟你們說 我哪裡失敗 我哪裡爬起來 所以股票市場 我要跟你們說 所以說 很多人會說 你在操作公平 跟所有的老師都不一樣 我說哪裡不一樣 又說不上來 不一樣說在哪裡 不知道 不過他們有一點是確定的 你錢交給我 就是我的責任 那我代你們 我代盡代出 我從來不會騙你們 明明我沒有賺錢跟你們講賺錢 賺錢跟你們說 對不對 我沒有做這種事 然後你們認識我的人都說 讚 這個老師真的讚 因為他在電視講的 跟他真的在做的 真的一模一樣 一年都沒有偷 一個字都不會偷 因為我不會膨脹自己 我不會在股票市場 賺錢跟他們說 好 你看那漲停板 一支兩支三支 四支五支 六支七支 漲停板都是我的 好 馬上買 馬上漲停板 你不是自立的 想想那麼多 你看每天 我有沒有事先告訴你 叫你什麼 馬上就賺 馬上就賺 為什麼你會輸那麼多 為什麼他們要一支 十萬 八萬 六萬 三萬 一萬塊就好了 一萬塊就好了 不然你去看看 幹嘛要試 你在股票市場 你看我的節目 不用試 幹嘛要試 我就是我 交五百萬怎麼就賺 你交五百萬要來試 那就不用 五百萬是什麼 就是要說我以前 跟過去 跟現在 我在股票市場 真的 什麼真的 真的在操縱 所以說我一直跟 所有的人講一次 如果你自我渺小 天地則大 你不要膨脹自己 我從來不會吹嘘說 我賺一支兩支三支 四支五支六支 四支 三支 就如同這檔股票一樣 立望 為什麼我講立望 因為我轉單位 之前的績效 我不能說 轉單位以後 大概是在八月 八月我成功的就是立望 立望的時候 當時在跌 跌的時候我就叫你們買 當然 後來我有做一檔叫股小妹 股小妹是失敗的 失敗後來她長了五成七成 跟我有什麼關係 也沒有關係 就算她長一倍也沒有關係 可是我會真實的告訴你 我們有做 沒有賺到就沒有賺到 我們就直接跟你說 有賺到就是有賺到 就包括說立望 當時為什麼大家在怕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可以進場 你說那產業前景在什麼 底部要上來嗎 產業前景會向上 你不用怕那股票 不會去 因為很簡單的一道理 我舉例立望給你聽 如果我是立望的大股東 我知道 我未來很好很好 非常好 我股票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我會一直買 一直買 當初我在講立望的時候 立望的所謂外資的持股 大概多少 二十幾% 那現在我一直講一直講 它最高的一度到三十幾% 這十幾%的過程 一支股票要做七億塊而已 三十幾% 等於差十幾%差多少 差多少 差多少 差到一萬點 一萬點是差多少錢 那不是一億兩億三億的事情 所以說如果外資它那麼看好 一檔股票說可以二十幾% 買到三十幾% 就代表我們的看法 至少到目前來講是對的嘛 因為平均庫存 最低的是220塊以下到195.5 我們一筆都沒有動了 我們買進來就沒有賣 到目前為止 到封乾前為止 那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你可以替我作證 那你如果是我的會員 當時的195.5我沒有叫你買 或者我叫你買 我有叫你賣出去 然後現在跟你吹噓說我還有的 你可以去檢舉我 你可以去檢舉我 但是你如果我叫你買 你不敢買 你不能怪我 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在做股票 只有一點 我不會過度的膨脹自己 很多人說 噢 感覺我怎麼會在臭肥 因為電視上不能講我的績效第一名 可是我可以講我臭肥第一名 可以嗎 可以吧 我是股票市場最臭屁的嘛 你老公在收費 會員會 要老公1萬2萬3萬 你真的萬卡電就進來 我常常都這樣說 因為我是在股票真正 紮紮實實的帶你操作 不是要來天馬行空亂說一通 所以我一直秉持一個道理 我自我渺小天地則大 我是順勢而為 股票市場一個道理 就是存在在那裡 就是說 這間公司如果真正好 第一 大股東一定不敢買 因為我未來的大賺錢 我會股票報緊緊的 等下談戀愛 如果你發覺這檔股票 你是你心目中的臨子裡 你的女神 你愛他都來不及 你怎麼會說 今天我愛的明天不愛 後天又愛 大後天又不愛 不會 你會抱著他緊緊的 抱他一輩子 不是嗎 很多人說我是股市的金城湖 謝謝你 可是我要告訴你 股票操作真的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你產業懂 像過年前 2月4號我告訴你什麼 這檔股票 這個紅包 你自己探討 你如果超過10年 20年 你指令很厲害很厲害很厲害的 你拿到你自己操作 你如果沒有時間的人 你拿到我的資料 那你跟我的業務人員聯絡 我親自帶你 帶進帶出 三天有效 兩天有效 剩下一天有效 那我請問你 你有拿到這次紅包自己賺的人 這檔股票 到封關的時候 他是不是創波段新高 只有一句就可以證明說 我在講話 是不是實在 這支股票 你如果有把我的照片照起來的人 絕對沒做假 你如果封關前任何一額一天 你心裡想到了 這個萬得值得托付的 你就買進去 任何一個時間 任何一個交位 就算當天最高的讓你買 到封關前你還是賺錢 你還是賺錢 因為創波段新高 而且長期的大抵印打出來了 那為什麼你要放股票過年 因為我會跟你分析 因為很多很多人跟你講 像歐柵啦 希臘問題啦 債券問題 債券問題會解決 不會解決理由是什麼 我要說鬼扯蛋 什麼叫鬼扯蛋 你知道希臘的總理選舉 他為什麼可以選得上 他是左派耶 希臘 還有所謂的 所謂的希臘半島 那些國家 以前有出給莫索林 你知道嗎 他是什麼 極右派的耶 極右派跟右派的是 就是在所謂的政治上 已經掌控了幾個世紀了 我怎麼說 我現在左派可以選得上 你都不知道 你跟人家說 什麼希臘問題 什麼問題 今天你好 今天台灣還是希臘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聽 如果現階段 都是22K的年輕人 如果希臘就像說 如果昨天是22K 你比了台下比了22K 現在一股塊 給你賺4千塊 你賺嗎 你一定會說 我怎麼這麼可能 那很多希臘的漂亮的大學生 找不到工作 男的要去國外非法打工 女的可以當妓女 你別人說你賀 你有專家 你的分析什麼賀 經濟 國會扯淡 我跟你講 為什麼報復過年 我才不知道希臘未來會怎麼樣 我才不知道歐洲會怎麼樣 我才不知道 二孤克蘭會不會戰爭 我才不知道什麼石油會怎樣 我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在股票市場投資 只有一件事情 聽你聽清楚 如果外資買了一千多億 萬一這十天 死了 沒事了 什麼意思 從國際開始在幫忙 外資沒錢幾億了 幾億了 第一天 新春快風盤 還是給你走 因為外資也是要做走 因為他一定要營造一個氣氛 說 沒關係 如果國際這樣 我們台灣也沒關係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 純粹從一個投機的角度 你就知道 我為什麼叫你報股過年 你懂我的意思嗎 他50%會這樣 50%呢 如果好 你報股過年是不是去 你了解吧 如果你懂 你就知道 我們為什麼一直告訴你說 我們買股票 是買產業前景會向上的 這就是說我一直告訴你 產業會向上股價就會漲 台銘問題嘛 你如果懂了 這股票市場就這麼好做啊 你就不會嫌我的會員 我怎麼這麼貴 這麼貴你又續約 你如果說VIP說500萬很貴 你怎麼還續約 因為你會賺得到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現在來講一下笑話啦 聽說每個分析師只要轉單位 換公司啦 轉單位啦 不用三天啦 會員 早了了啦 他們現在就來講 我再給你續約 你給伯爲老師服務好嗎 接伯爲老師的口訊好嗎 他們大家都說 好好好吃好 為什麼吃好 因為你原來的老師就不會賺錢啊 要再賺錢啊 他都要說好 你現在再費錢 再加一個月 他都要說好 你知道我轉單位 轉那麼久了 人家都還不要餒 還不要轉餒 為什麼不要轉 人家都會賺錢啊 人家會賺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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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錢啊 轉什麼老師 這樣一句就好了 你聽到聽到嗎 人家都會賺錢啊 你叫我們轉什麼 沒有 好想一樣給我看 你聽到有意思嗎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股票怎麼做 不用什麼做 你跟對人就好了 因為我不是跟你吹噓說 天天漲停班 我也不會吹噓我百分之百 我只告訴你一年到頭 今年我不會這樣說嘛 因為我轉單位嘛 我只能從八月份開始講 因為八月份我操作的 立望到現階段還是有嘛 我持有的平均的價格是在 220塊到195.5 那這些人你如果跟著我 你有辦法證明 我有叫你買 我叫你賣掉 我賠你一億啊 你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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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跟著我講 我所有等級的會員 一定收到我的訊息 我不要再跟你說 我很多會員 參加別的老師 一間就說 唉唷 你說這幾個賺多少 剛好怎麼沒收到 他說等級更高的 你又加碼又付費 我做事情不會做那種事 我有做就有做 沒做就沒有做 你有做全部的人都有 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價格的問題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了不起 好那大盤我今天跟你講完了 所以你選股票一定要選什麼 選老師啦 真的嗎 本來就要選老師啊 老師如果可以跟著你賺 跟著你騙 你選他怎麼有意義 所以代表說 這個老師如果不誠實 跟著你講的也是假的 賺錢一定是假的 他都不誠實嘛 每次藏廳辦公司 他都不會輸過 那種老師一定是假的 全世界好像有一項是真的而已 國標市場好像有一項是真的 你國標市場你只要記起來 把去路放在牆上 為什麼把去路放在牆上 因為有的人做股票輸 自願自愛 就要輸了 輸了 有的人會奮發獨牆 就像我剛才講的周星是一樣 人家都認為他不可能會成功 可是他知道他一定要成功 所以他把去路放在他的牆頭上 他每天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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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知道市場是怎麼樣子 就像股票市場一樣 沒有一個人百分之百的 但是你要成功的人 你一定要把自己過去的錯誤的 你一定要把它改過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那你如果能改過來 你今年聽我的一句話 你現在吃年月飯 你現在吃到當時 說這個人在講話怎麼大歲生 這個大歲生怎麼說 我有聽說在市場收費那麼高 我這個蔡文德說我有聽說很自豪 為什麼 因為我要告訴你 你如果聽到我的節目就知道 你請你把我記起來 今年你如果要做 產業會向上股價就會漲 產業會向上股價就會漲 因為如果你是這家公司的大老闆 你明知道我今年會接到公司 我學三年級的啦 不是一種小三 你不要聽到 會不會 不會啦 你一定要跟小三說 多買一點 我們公司吃得好 多買一點 我們公司吃得好 我很讚耶 會不會 所以那籌碼就會有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 是啦 是啦 2015年 五百的像這支 叫什麼 安晴 五百的像這支 叫什麼 五百的啊 五百的啊 你們證明了 開春的時候 新年開春的時候 你搶五年王 我是不是叫你們不安晴 三四七九 三四七九收在這裡 新年開春在哪裡 在這裡 新年開春是一月份 在這裡 封關的時候在這裡 有沒有賺波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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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騙你 有沒有框你 沒有吧 來啦 是五百的 是不是五百的啦 是不是股價會向上 股價就會漲 整個五年王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大家也在練宵 從去年 前年應該說前年 從前年的八月份 我跟你們說立望的時候 大家都在練消費 練什麼 練蘋果啊 練什麼 練生技的消費啊 只要我跟你們說物聯的啊 也不是 英年沒了耶 一年一年多了耶 什麼最強 生技最強嗎 錯 物聯最強啦 物聯王最強啦 物聯王只要大家不管是車用物聯的 那是說IC設計的 那動不動都漲一倍以上的嘛 那你如果說一年多錢 那你連消費的 連生技股的 塞就 咬一下 那今年呢 一年開出我還說MWC展出來 楊大主軸 其中的就是什麼 物聯車聯嘛 再來就是什麼 再來就是什麼 MEMS嘛 CMOS 最近還有一個大自備的 那一個女生 他在電視那裡練什麼 CMOS 他就在做CMOS的 這個就在做CMOS CMOS是什麼話 你知道嗎 有的人說不知道啊 他每天就這樣 那你練筋 那CMOS一定叫好 我是叫你買 那我就說 我事先就跟你講 你為什麼不買 他就掌一支掌廳板 兩支掌廳板 為什麼你不買 那像死了 你都買不到 說那個有的沒有的 CMOS是一種製程而已 一直電視講到沒有 CMOS是一種產品的 那一行就不懂 他一直擲 他一直擲得很好 那你就蓋了 一個蓋了 就蓋了一個蓋了 就蓋了一個蓋 他也叫人家 就蓋了一個蓋進去 跳下去 都讓他們 讓他們在裡面 大腳的賺錢 都這樣而已 沒辦法有什麼 講講話的 做高評 你像這種 產業前進會向上的 你一直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第一次 五百塊 你們五百塊 我當天是你拿的 是不是這支 那不是這支 不敢來跟別支 不敢來跟別支 我還叫你買別支 就一檔而已嘛 好請你 一月開春是不是在這裡 一月份是不是在這裡 那現在就是說 封關是不是在這裡 你任何時間 任何價位 任何時間 任何價位 你買是不是賺錢 是齁 所以說為什麼 我在解釋很多事情 很多人說 欸 這個老師都買 會員費 怎麼聽我號稱 市場最短 沒有來問問 我說不要 我還說你們不要問問 我說的是真的 我講的是真的 真的是五百萬一年 毫有加入的人 也會心微笑 真的你是來 第一 對不對 你在喝咖啡 還是喝酒的人 真的老師 你這個人是在讚 什麼讚 因為我講話是真的 我在電視上講的 跟我在真實的操作 絕對都不會什麼 好啊 大家要轉來轉去 說來講去 說一些對的 真的就是真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將遊艇變建築 地潭水岸 捷運景觀宅 雙水關 二九一三 一三三三 股票期貨選擇權 近在聯華 我們有崭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湖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旬專線 022509 6777 022509 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團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服務 入會專線 022509 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事業 服務專線022509 6777 2509 6777 我最終於從爹地媽咪出去玩了 但是以前開車出去都搭好三車 不過2013年開始不一樣了 因為有神奇的交通書運 在車上可以好好休息 下車我們就可以開心玩了 爹地說他終於不用過翻上盤 把小小留給我喊媽咪咯 多搭車 少開車 交通書運乘上無限的幸福 歡迎回到現場 很多人說聽我的節目不聽我念一段 感覺怪怪的 也不知道妳要念什麼 我就隨意嘛 好 人家聽說你沒有念那麼長的 因為今天時間 大家都在吃年月飯 吃了也 你如果說聽 我就在念很痛苦的事 你也聽不到 不然我會念一個禮拜 將近就好 好 好 念到多少算多少吧 因為那很長的 我都不可以念完全部 節目嘛 因為過年大過年 我也不可以讓您說 這樣吃得很艱苦 滾滾 中間 長四歲 龍華頭身影響 不是我不會念這個 你本來將近就怎麼念了 將近就第一句 對了 君不見 黃河之水天上來 本流渡海 不休海 君不見 各種民間 比別法 條路有青絲 沒青絲 那念到這句 我就有感而發了 我跟你講喔 你看看我們的父母親 其實我們在辛辛苦苦 為的是什麼 為了自己 為了家人 不是 你說高堂民進 白白法 就是說 遭如青絲 你要看他們的年紀 一天一天的老 所以我們要油耗 對不對 大家如果歷十三歲 我們爸爸 破冰十九年 十九年 我有冰在床 我跟你說 如果我們能 能在股票市場 多賺一點錢 我就希望你們 多賺一點錢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做高堂 我們都不能這樣 說那五四三的黑白 因為我在外面賺錢 我都可以跟他們說一句 我很想賺的 你不敢跟他們說那個價格 為了打折 我們說來說去 不用 我會讓人很阿殺你 你參加我 如果你認為說 我就跟他們說的 跟做的不一樣 就退年了 不然大家靠什麼 什麼手續費什麼 都不用我原價退年 我的人就是這樣 所以說我在做事情 很多人欣賞的原因就是 我們在講話就是 就是我們長家的小孩 所以你想想看 先階段很多人在講說 未來怎麼看 還有一檔 我時間盡量可以的話 我介紹 像這個福袋 你有來要的人 你有來要的人 這是不是貴母 這不是貴母 如果是貴母 我會說 這支股票 大家都去一杯 這兩杯 他也不去 為什麼 你來要的人 任何一個時間 到縮盤的時候 到封關的時候 他是不是創破斷新高 是喔 是喔 因為時間也要結束了 所以我來講 其實 就是說過年以後 你一定要去買 產業前景會向上的 不用怕高評不去啦 就這樣 我祝各位 新春愉快 明天再見 謝謝 現在這個時機 什麼都斤斤計較 省電費 瓦斯費 一樣要有訣竅 能效標示五個等級 集數越低 越省錢 冷氣就換新 選用能效一級 電費省很大喔 還有除濕機 電冰箱 瓦斯爐 熱水器 燈光也一級 小小投資 大大回報 這樣都好像是錢掃 唉呦 還不是為了節能 能效標示看清楚 節能省錢有一套 7777-02-2509-6777 創新的思維 領先的策略 全新專業聯華盤隊 給您國際化的視野 讓您體現最優質的理財國務 入會專線 02-2509-6777 不要懷疑 擁有美好的將來是您的權利 聯華頭部能因敵變化而取勝 專業聯華國際視野 無專線02-2509-6777 2509-6777 股票 期貨 選擇權 盡在聯華 我們有崭新的分析團隊 我們有領先的投資工具 讓您縱橫無海 無往不利 聯華頭部給您最安心的托付 下屏專線02-2509-6777 02-2509-6777